那一天我在护理站的荧幕上 看见了这位小男孩 他穿着妈妈的大外套走来走去 是孩子爱玩吗 他让我太容易注意了 因为他穿那个衣服到底是因为爱玩 还是因为他真的冷 妈妈说他们仓促被送到医院 来不及带上保暖的衣服 我想起了 家里的儿子跟小男孩年纪差不多 体型也相当 也许儿子的衣服能为小男孩带来温暖吧 赶紧打电话请儿子挑一件衣服 送给这位有缘的小朋友 你是姐姐 谢谢你 你送给我的外套很保暖 儿子很高兴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但他说爸爸日夜都在等妈妈回家 他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我还是跟他说 我不能在这时候就是离开 这已经是我从事护理工作第十年 历经了胸腔科与感染科的训练 我知道这一场战役 我则无旁败 我觉得我可以运用我之前的经验 然后进驻在这一个单位里面去 给他们最大的协助 虽然我也有两个幼小的孩子 虽然家人总为我担忧 但我知道这一切终究会过去 我想起护理师的致言 重贞之手 谋病人之福利 在无常的瘟疫面前 人类虽然渺小 却还是可以像小蚂蚁 攀登须米山一样 挺起胸膛 勇往直前 此刻的我 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我要把他们 平安地带出去 平安地带出去